一直以来 很多人都看不上网红 认为他们就是靠炒作炒出来的一帮人 没有什么实力 论演技 论颜值 论台风 都无法和明星做比较 的确 如果比较唱歌演戏外形的话 网红的确是比不过明星 毕竟他们不是科班出身 但如果比接地气 比人气 比带货能力呢 恐怕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就拿近日 吵得沸沸扬扬的陈小春带货翻车仪式来说吧 陈小春 很多80后 90后小伙伴对他应该很熟悉 当年一部陆顶纪火遍了大江南北 古惑仔里的山基哥也让人记忆犹新 前不久 陈小春硬邀参加了 披荆斩棘的哥哥彻底火了一把 有了这样的人气后 自然会有直播公司找上门 希望小春哥为他们带货 于是就出现了某商家拿出51万坑位费 邀请陈小春带货的一幕 他们看上的就是陈亚南的热度和知名度 但这51万可不是白给哦 是有前提的 陈小春要卖出至少100万的商品 本以为凭借着陈小春的知名度 几个小时就能卖够100万 结果呢 熟悉陈小春的人都知道 他是个老师人 不太会忽悠 不懂直播套路 三场直播下来 只卖出去5000块钱 有了这样的销售成绩后 商家立刻把陈小春告上了法庭 最终陈小春归还了41万坑位费 相比之下 反倒是那些不是明星的素人 在直播带货方面 很容易给出惊喜 比如前一段时间很火的陈亚南 众所周知 陈亚南是大一哥的前二席 是朱小伟的前妻 加入朱家之后 人家疯狂蹭大一哥的热度 短短几个月就圈粉300多万 然后开始直播带货生涯 这个23岁的小女孩 一直保持求学好问的心态 把各种直播套路 都练习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哪怕是弹幕里出现吐槽声 骂声 人家都能视而不见 离开了朱家后 陈亚南继续做直播带货 虽说人设崩塌 可人家依旧是全网最红的带货女主播 直播间依旧有一万多人在线观看 最近两场直播里 陈亚南交出了73万和63万的成绩 加起来超过了130万 是陈小春带货成绩的260倍 有人会说了 无论是知名度 还是影响力 陈亚南和陈小春都不是一个等级的 为什么他们带货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理由有二 一个是热度 另一个是带货能力 陈小春虽然名气大 但最近一段时间 他的热度未必比得上陈亚南 短视频也好 直播带货也罢 都是非常接地气的领域 另外 陈亚南做了一年直播带货 深安网友心态 知道怎样运用话术 对他来说 卖货就是自己的所有经济来源 势必要做到极致 相比之下 陈小春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他未必会提前花心思在这上面 所以 树叶有专攻 明星到了直播带货领域 也是个菜鸟 想要靠这行赚钱 也是要交学费的 而那些被众人看不起的网红 正在改变这个时代 鹿死水手 还未可知哦